今天教大家发一个勾手的侧上旋 横板就要稍微的这样勾着一点 然后纸板就是你把你整个拍子 我们这个拍子的这个正面就对着自己 勾手侧上旋 你这个就能保证你这个手是勾着的 你这个手勾住以后 我们这种侧上旋 大家要尽量的起手稍微低一点 我们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向上 向上摩擦的动作 你这样有一个距离以后 你才能向上的去一个这个摩擦 举胖也是勾着往上 发过去的这个弧线 又低这个轻的拱 而且这是我比较轻的在发力 我动作做慢一点 让大家能看清楚 这就是一个很轻的一个这种勾手 拱住以后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这个手腕 幅度不用特别的大 手腕就一点点 就这个小抖动就可以了 就是小的这种抖动 对吧 你看发过去的这个 球固线的比较低 地主就是我们第一个起势 一定要手要对着自己 第二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影拍 要低一点 直接向上 抱一点手腕 直接斜着向上 然后我就接着给大家讲 就是我们稍微加点速 对吧 你这样稍微 这个速度就快了 对吧 大家不要上来就想 我一定要发得很快 然后这个旋转没有很 没有做好 你没有摩擦度 你就光是把这个球推得很快 这样过去呢 对方接的话 它不会接出去 因为这个球只是速度快 它没有旋转 但是如果我加上手腕 对吧 如果加上手腕这个球过去 过去就带着滚了 你把这个拍面对着自己以后 在影拍的时候 尽量把你的手往下放一点 然后跟这个球 产生一个球高 你手低的这个情况 你只要往上去接球 去使劲 这个球就有一个强烈的上选 然后在影拍时